各位我是呂志华 今天是11月7日 即是美國時間是11月6日夜晚 距離美國大選11月3日之後第三日 而美國方面現在仍然相當緊張 不但選情相當緊張 以及全國氣氛也十分緊張 因為現在的選情仍未完全明朗化 只不過目前來講 拜登一直領先 但還有六個州份還未成功點票 還有很多州份 兩者之間的票數相距相當接近 有些地方甚至只差四五千票 所以不排除有些州份 有機會重新點票 今天這條片想說 目前拜登已經覺得自己有機會 勝出這次的大選 而特朗普還是不分輸 究竟美國短期政局將會有什麼變化 以及如果拜登當選 對香港七百萬人來說 究竟大家的心情是怎樣 以及對哪些人有利 對哪些人沒有利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女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鈴鐺 以及將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經過三天的點票之後 美國的大選還未有結果 現在還有六個州份 形勢相當不明朗 所以究竟誰才真真正正入主白宮 大家都還未知道 但是在今天十一月七日 香港時間上午十一點五十分 拜登就在他的家鄉 特拉華州 向全國發表了談話 他就說他在喬治亞州 和賓夕凡尼亞州都能夠獲勝 所以他相信自己能夠拿到三百張選舉人票 是入主白宮的 他就將會成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記住他並沒有宣布自己勝利 只不過向全國說 他可以獲得三百張選舉人票 而入主白宮 消息傳出後 拜登的支持者當然十分開心 所以走上街頭慶祝歡呼 他們就要求特朗普 撿包袱回家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 依然不肯分輸 他們依然相信今次的選舉 是充滿了舞弊和不公平的 雖然特朗普現在還是賦予頑抗 但是照目前的形勢看來 他能夠扭轉退局的可能性不是那麼高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特朗普是無計可施的 他只有數字法律這個途徑 而數字法律途徑方面 他就在拜登所贏出的州份 尤其是很多選票相當接近州份 他就要求重新點票 又或者暫停點票 但是部分州份的最高法院 已經駁回特朗普這個申訴 那我就相信 美國聯邦法院那些法官 都仍是很持平去對待這件事 雖然特朗普現在出盡一切口述 就表示這個選舉是不公平 和充滿了舞弊的情形 但是由於他拿不出證據 所以很多州份聯邦法院的法官 都不接納他那個是申訴的 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 現在拜登的得票 就多於特朗普 大概是400萬票 而且拜登只需要拿多17張選舉人票 他就可以真真正正入主白宮 所以剩下六個州份 只要拜登能夠成功拿到賓夕凡尼亞州 全部的20張選舉人票 又或者在其他州份 只要奪得其中兩個州份的選舉人票 他都可以入主白宮 所以他的贏面比特朗普高速很多 從這幾天的情況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那些郵寄的選票 大多數都是支持民主黨 支持拜登的 我相信因為支持民主黨那些人 他就擔心11月3日 是因為地區發生暴亂 或者各種情形 就不能夠親身去到票站投票 就損失了自己寶貴的一票 所以他預先既定所有選票 去支持拜登 那麽亦都可以反映了 根本美國是好多民眾 對特朗普真是可以說是痛心疾首 對他是十分之憤怒的 那我也都相信特朗普也都明白到這個情況 所以爲什麽他未選舉之前 一路都是製造了一個假象 就說那些郵寄的選票就是舞弊票 那些郵寄的選票就不可靠的 就不是誠實的選票 甚至他在點票當日 當他發現到那些州份他大幅領前的時候 他就立即表示他自己能夠贏出那個州份 還有他亦都想透過最高法院 將那些郵寄選票作廢 只可惜他這個想法是不能夠得逞 而拜登也都說過 今次的選舉是每一張選票都要點算了 才可以作實 好了去到今天 雖然特朗普大興訴訟 但是那些法院就裁決 郵寄的選票都是有效的選票 所以特朗普又轉口了 他就在推文中表示 他由始至終都希望點算合法的選票 就不是說郵寄的選票 就不計算在內 就不去點算 但是呢 傳媒就抽起後腳 就說特朗普根本在前一天 在他的推特裡面 已經說了 就要求停止所有那些郵寄的選票 好了 這些口舌之爭 我們不要理會他 我們現在就看一看 特朗普怎樣面對目前這個疫情 特朗普在截止了投票之後的三天 一連三天 他都重複了這一句 他就說 我們的確是贏得了這次的選舉 直到今天 他都表示他並沒有作出落選的準備 由此可見 他是死不分輸的 亦都可以這樣說 死不分輸就是他的性格 他這個性格亦都令到他爬到全世界權力的最高峰 好了 去到今天都不肯面對這個現實 假如這個點算選票的結果真的公佈了 特朗普是輸了 那怎樣呢 大家都估計他 將會賴死在白宮就不肯走 好了 美國會否發生內戰呢 相信是不會的 因為美國的軍隊 是聽命於美國政府 就不是聽命於特朗普一個人 所以 如果特朗普真是落敗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撒賴 就是在白宮內賴死不走 所以 拜登那些競選團隊就說 如果他賴死不走 美國政府是有能力將所有的入侵者 就是趕走的 言下之意 到時來說 特朗普是一個入侵者 他入侵白宮 所以 是會被美國那些國民警察 是請走了 好了 現在來說 拜登距離白宮的路 就越來越近 而特朗普 我相信 如無意外 始終都是要離開白宮 就執包覆走 特朗普一走 對香港來說 全香港七百萬人 我相信 每個人的心情都是不同 大致上來說 我很肯定 那些在反修例暴動之中 一直搖美國旗 一直以為可以依奔美國靠山 在香港去反共反政府 現在連最後的希望都幻滅了 因為我相信 拜登上場 雖然他對華政策都是強硬 但他相對是比較會理性一些 因為拜登始終做過副總統 他經歷過很多的朝代 所以我們相信 他處事相對是比較會有分寸一些 他就不像特朗普或者蓬佩奧 說得出就說 以及江天化日之下 講大話不眨眼 而其中 這班黃絲暴徒之中 有一個人更加是有得震 不得睡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講誰 就是一個很肥的 和蓬佩奧差不多分量 他就叫做肥佬黎 我相信肥佬黎 現在看到美國現在的選情 他天天不知道會不會以淚洗臉 就算不是以淚洗臉 我相信他都是無心睡臉 原因除了特朗普 這個靠山沒有了之外 另外還有一點相當嚴重 就是較早之前 他的得力助手 Mark Simon 竟然是製造假的黑材料 去誣蔑拜登的兒子 你說如果拜登能夠當選了下一任總統的時候 會不會將這件事去徹查 如果拜登真的上場之後 撤查這件事件 我相信有關人等 是有機會有可能成之於法 至於特區政府方面 當然就是希望拜登贏 因為如果拜登贏了 至少我們有善的希望 希望拜登能夠重新檢視對港政策 例如他制裁那三名官員 會不會將他割置了 以及特朗普對香港做出很多無理的政策 例如要將香港的產品寫為中國製造 又例如取消香港的最優惠地位 這些政策 分分鐘可能是有新官上場 而取消或者重新檢視過 所以對特區政府來說 無疑是有一線新的希望 當然就算美國維持這樣的情況 對香港來說也毫無損害 只不過我們也不想和美國交互 和美國方面搞到水火不容 好了 至於香港那些非黃絲的市民 那又怎樣 當然大家都十分高興 你只看香港股市的表現已經知道了 一說特朗普輸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股市十分興奮 單日一升就升了七百點 現在都一直不斷向好的 現在似乎大家都用自己的金錢 去投神聖的一票 希望特朗普是無得留下的 其實香港股市 這麼多年來都從未試過這麼亢奮 從來都未試過一聽到 美國一個總統是落敗的時候 股市可以這麼大幅上升 大家是這麼振奮的 所以股民的心中 和那些非黃絲香港市民的心中 特朗普真的可以說神爭鬼厭 多謝各位 大家好 很清楚 一定要